我们来介绍 计算各科平均 以及最高分、最低分 及格人数和不及格人数 我们点范例 好,这边已经有帮各位算出来了 那我们来做一次 我们用英语科这一个 那平均的话呢 前面讲过了 我们点函数 我们这边呢,用统计 统计的这一个 接下来下一步 换尾呢,选一下 你可以从后边往前拉也可以 好,这换尾呢,选好 好,英语科的这一边呢 按确定 好,这一个呢 就是最,就是平均 然后下一个 我们求最高分 那最高分呢 我直接用打函数 假设我已经知道 它的函数评程 好,那 按等于 最高分的话呢 是MAX 那换尾呢 我只用打的比较快 那这是D27 前面是D3 所以,D3到D27 好,终于冒号 按Enter 最高分100 好,它是MAX 那最低分呢 最低分呢 我们用打的 等于MIN 那做表还记得吗 第一几 好,D3到D27 D3 冒号D27 这我们再常用 好,最低分呢 已经统计出来 好,再留一位 那 及格 及格 不问怎么算 好,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呢 借助 函数里面 好,有一个呢 叫做 我们找一下好了 想看统计有没有 它叫做Count-If 它是 计算符合条件的 储存格的 数目 我们要计算是 及格 及格是60分 那,要怎么算呢 我们下一步 第一个是范围 范围呢 你可以用打的 就是刚刚讲的 D3到D27 好 那 先定范围 接下来定条件 条件 条件呢 即格分数是几分以上 60分以上 包含60分 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先打一个 双引号 打大于符号 等于符号 这是大于等于 接下来60 就代表60分 好 接下来一个 双引号 好 这里已经有预览结果 21 所以这边呢 算出来 即格人数 21 那不即格人数呢 怎么算 即格是大于60分 那不即格呢 是小于60分 所以我们的算法呢 一样的 用同样的公式 和函数 选择统计 选择康克一符 下来符 换围一样 D3 D27 条件这边要注意 一定要先打 双引号 他是小于多少 不即格 小于60 再打双引号 好 确定 因为学生人数是25人 所以呢 你从这边来加总 即格跟不即格加总 大概就知道算法 对不对 那其他呢 算法 我们只要利用填满空格 那我们这次填满空格呢 先选4格 代表这4格做的动作都会一样 那选好之后 利用填满空格 往右边拉 拉到 这个科目 好 那我们层级呢 这边 都已经统计出来了 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是计算F缆的 这个计算是E缆的 换围都是D 类的3-27 好,我们结束 好,我们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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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结束了